水痘和青春痘在猴痘面前都是小咖弟弟 哈喽大家好,我是Jason要技师 相信这几天的新闻和媒体都是在讲猴痘猴痘monkeypox 那猴痘到底是啥 这期我就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猴痘其实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人畜共通传染病 有就是动物传人,人传动物的病 它是在1958年在猴子身上发现 所以呢就叫做猴痘 那猴痘跟大名鼎鼎的天花属于同个病毒家族 天花呢传播率高,致死率也高 后来呢成功研发出疫苗 在1980年就灭绝了 值得庆幸的是呢 它的小弟猴痘 不论在传播性还是致死率上呢 跟天花就没得比 那猴痘病毒呢是双链DNA 不像COVID病毒是单链RNA 所以呢它不喜欢也不容易变异 这么多年呢就一直在非洲小范围的传播 很少去其他国家玩 那今年5月在欧洲 北美等有十几个国家呢已经累积了大约200确诊和疑似案例 突然间在多个地方暴征呢 猴痘是否变异了呢 还是要继续观察 猴痘的患者通常两三个星期就会自行康复 但有的时候也可能造成严重的情况 目前的病死率呢在3到6%左右 所以死亡率不是很高啊 那为什么很多人怕呢 来看一看猴痘的照片 你就会明白了 它的可怕远远不是死亡那么简单 就算你痊愈了 唇生到处都会留下疤痕和坑洞 就像马来西亚的马路一样坑坑洞洞 那猴痘病毒呢又很会选地方哦 主要攻击我们的脸 毁容啊 猴痘的减伏期是5到21天 早期症状呢就包括发烧 头痛 脊肉传痛 皮类等等 发烧后的1到3天才是噩梦的开始 身体呢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皮疹 从小丘疹 水泡到农泡 主要集中在脸部和肢脂上 大约10天后才会结痂和脱落 皮肤呢也许就会留下永久性的坑洞和拔痕 所以水痘和青春痘在猴痘面前都是小咖弟弟 目前呢还没有针对猴痘的特效药 但好消息是之前的天花疫苗呢 在预防猴痘方面还有85%的效果 现在注意看你的手臂 有几个疫苗疤痕 如果有两个那恭喜你 一个是BCG疫苗 另外一个就是天花疫苗 你就不需要这么担心 那90后出生的像我一样都只有一个BCG疤痕了 就因为那时天花就灭绝了 不需要再接种疫苗 那没有接种天花疫苗的人 我们还是要去接种吗 目前还不至于 虽然有人传人的案例 但传播几率很低 不像新冠病毒那么可怕 主要就是透过与患者有密切的接触 或触碰受病毒污染的物品 病毒呢就要通过破选的皮肤 眼睛 鼻子 口腔或者体液来传染 那它也会透过飞沫来传播 但飞沫的传播呢距离很短 也需要长时间面对面才会有风险 那猴豆从动物传给人 可能是通过动物咬伤 抓伤 或者触碰动物的血液体液粪便 或是吃了未煮熟的肉 比如说猴子啊松鼠啊 所以呢别吃野味 好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Jason你的药剂师 我们下期见 就是 untuk注意ining 这些电影 在罚恣的 我知道 那么 我 印象 在 轻 1500 我 讨alk